大家好,今天结合之前的筹码风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延伸和补充 当然单独学习也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主要分享一下筹码的锁定技术和操作方法 学会它就能轻松看懂主力的底盘 记得收藏多看几遍 大家好,我是股市青春牛 首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加个关注 老朋友记得长按赞支持一下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我们都知道,股市当中有散户也有机构 那机构也是有区别的 有些是倾向于抄底的长期资金 有些是擅长追涨杀跌的短期资金 而我们散户绝大多数是喜欢做短线追涨杀跌,频繁交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这种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散户的持股市值和机构是差不多,基本相当 但交易额却是机构的近6倍 盈利能力却只有机构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多数散户喜欢频繁交易 基本面也不太会看,还喜欢追涨 而机构交易很少,更看重的是基本面 更喜欢左侧交易 数据显示散户的资金量占市场的一半 但交易量却占市场的80%以上 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成交量 就可以观察到一只股票的筹码锁定变化情况 那什么是筹码锁定呢?我们都知道 股票的股本数量是一定的 那这些股票被谁持有差别就很大 那如果持有的人一年只交易一两次 甚至都不交易,那股票的成交量肯定会很小 但如果持有的人每天都交易 那交易量自然就非常大 如果筹码被长线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拿走 那成交量就会逐渐的萎缩 反之,如果是短线投资者拿走筹码 那成交量就会放大 我们可以通过成交量的变化 判断筹码是否被主力锁定 一旦判断主力锁定了筹码 那就安心持股,坐等拉升 那么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套牢,比较常见的就是股价持续下跌 那持仓的股面都是亏损状态 那干脆就躺平不看了 其实这种锁仓没有意义 只是做转线的被动的变成了做长线 因为一旦解套,这份筹码又会开始交易活跃起来 而真正有用的是第二种锁仓 也就是缩量上涨 这种情况说明持仓的人都是盈利状态 甚至很多都是大比例的盈利 但是仍然没有卖出的打算 比如大家熟悉的茅台 经常会出现持续的缩量上涨走势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缩量上涨都是我们的目标呢 并不是 也要注意基本面的情况 即使符合上述的技术形态 但是基本面出现严重问题的拼装 也是要排除在外 比如之前的人农控股 我记得当时是周三的那天 时控人已经套现离场了 而且还发了正式的公告 但后面两天还连续创新高 之后的走势大家就都知道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规避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筹码锁定的具体操作方法 也是干货里的干货 大家注意认真听 第一点 选择的标的必须是基本面优秀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机构容易抱团形成合力 具体怎么看 之前有视频专门分享过 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点 好公司在持续下接之后 相对低位出现放量的话 可以先加入自选官场 如果之后出现放量上涨 说明有增量资金入场 我们就要密切跟踪了 第三点 如果随后出现上涨 但成交量萎缩 那么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大概率是抄底资金入场或 流通筹码减少所致 这时候往往是很好的入场点 第四点 进场之后 如果股价出现的大幅拉升 我们可以分批减仓 先兑现一部分利润 特别是如果成交量明显放大 那不管是放量上涨 还是放量下跌 都不是好事 这意味着筹码可能松动了 先出来比较好 第五点 进场后 如果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要果断止损 控制风险 这对筹码锁定的股票 核心是长期持有者形成共识 那基本面一旦恶化 这种共识会瞬间土崩瓦解 那股价掉头的时候 甚至会发生踩踏 所以果断雷场是上上策 可以看一下 生长激素龙头前些天的走势 被纳入集彩货 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影响 那股价连续一字跌停 最后还要提醒一下 这个战法需要一点耐心 确定筹码锁定之后 多看少动 依靠交易策略模式去进出 而不是靠运气 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话 不妨点赞加个关注 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看到了 我会及时回复 也欢迎大家积极转发 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我是股市金川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